今天找了两只差不多款式的标 它们的市场价差不多是10倍 当然努力时就一只等于旁边的梅花10只 两只标有着不少相同的地方 包括300米的防水深度 同一个配色 纵使绿色是有点不同的 你看到梅花的圈是深绿的 好像橄榄深绿的那种 而submariner 绿圈是淺色的 有点像以前搭火车回大陆的那种绿色 或者现在有时去女人街的铁皮的档口 游到苹果绿都是有点类近的 反而梅花的Ciscopa 300 在配色方面有多些不同的变化 你看到Kronometer是用了一种橙色的设计 点缀 并且在秒针的前端 也有了这种反光度强一点 因为它是黑底的那种橙色 这点就有点参考了Omega那种处理 Size 梅花是42 On paper 水轨是41 所以如果差1mm 其实又分别不大 你看到Kronometer 大家都OK 算是大粒 潜水标来计算是有点凸出来的那种户边 户桥的部分是有几分相似的 两只标如果在旁边看 给我的感觉也是非常相似的 大家也是两面的设计 不会像Omega 多了一个切边位 就不会有了 两个都是拋光的处理 并且是一块很平 好像一个镜面 整个金砖 砖头那种感觉 这种Sharp Cut 大面切割 我想起Paneride 那种Base Model 整个东西 方形 然后大的抛光位 努力士也是 并且这种其实也是 大面积抛光 专快的感觉 在一般的拉沙壳 就不会给到这种感觉 如果撇开牌子 价钱 以及机芯的考量 大家都物底了 很大机会 后面那种会更加吸引 然后就把它切成的 即可 我觉得这个是一张 然后就有一张 然后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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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